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占到大概45%这个样子 偶尔有创业冲动的人大概30%这个样子 已经在创业路上的包括那些创始人 也包括追随他们去创业的那些人 总之是参与了创业的这些人高达19% 所以就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社会来讲 就是直接创业和参与创业的这个人的数量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调查文卷里也显示 跟其他国家比的话 我们这个有创业冲动和参与创业的人呢 比大部分那些发达国家的话 要高出100%这个样子 所以呢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 创业和参与创业这件事 几乎是一个全民话题 虽然我们不提倡全民创业 但是呢 事实上是一个多数人很关注的这么一个话题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专栏定位本身呢 不会成为一个很小众的一个东西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说 一个创业公司怎么去选择自己的消费人群的时候 这个问题其实太大了 我简单讲的话 就是说第一呢 不要选特别小众的这么一个项目 除非你的热情和兴趣全都在这 否则不要选特别小的项目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选择消费人群的时候 一定不要想着把一个特别庞大的人群 当成是自己的初期的选择 也就是说 你要影响一个足够大的群体的时候 必须在这个足够大的群体里 找到你能影响的 或者你的产品适合去影响的 这个大群体里的小人群 搞定这个小人群以后 从它扩散至这个大人群 所有的产品和企业和服务 把一个大多数人群 作为自己的起始的时候的 直接目标人群的时候 几乎是注定失败的 好下面这个问题是 订阅用户新盔甲问道 正在考虑加入一个创业团队 请问求职者在选择创业公司时 应该关注哪些方面 创业公司又会看中求职者 哪些方面的能力和特点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很多求职者参与一个创业公司的时候 其实理性的成分并不多 比如说他通常会在意 是不是他的几个同事已经来了 或者他以前的老领导 是不是在这 如果没有这些 他通常就不太敢去这家公司 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我们这个课程 不仅对那些 起始创业的这个创始人有用 而是对参与创业的那些人 也很有用 很有参考价值 就是在这里的 因为我们去一家创业公司的时候 即使你不是创始人 仅仅是到一家创业公司打工 你可能也要关注一些基本面 比如说这个公司 选择的这个方向 有没有机会 机会大不大 成长性怎么样 然后他未来可能一旦成功 成功以后的规模有多大 就是说是不是一个足够大的市场 对于你的事业的长远发展 是不是有足够的空间 这些东西是你要考虑的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跟这个公司的创始人的角度 应该是大致相同的 只不过其他的呢 比如说什么薪资待遇的时候 你可能跟这个创始人 想法之间有矛盾 但是在考虑这个企业的成长性 机会市场规模大小 等等这些方面呢 你应该跟这个公司创始人 即便不是完全同一高度的认识 也要有一个相同相似的 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对求职者 去参与创业公司 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呢 要在这些方面来关注一下 至少掌握一些常识 免得自己一身本事 然后连着去错了好几个公司 我们身边这种案例非常多 就是在业界公认 是非常牛的一个工程师 连续去了三个 在懂一点的人 看起来都是垃圾项目的那种公司 然后接二连三的这些倒闭 而且离谱的是三个公司 基本上都是六个月倒闭的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在身边也是比比皆是 还有一些稀里糊涂的 只是运气好 去对了一个公司 然后几年呢 就实现了很好的一个回报 所以呢 希望大家考虑就是说 你即使是打工的这种心态 参与创业公司的时候 也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 这有利于你个人事业的发展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创业公司会看中求职者 哪些方面的特点和能力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一般说来创业公司跟那些 已经成功的大公司 去看求职者的时候 基本上肯定第一是看业务水平 第二呢 人品或多或少是要考虑的 有些公司价值观方面 要求高一些 有些低一些 但或多或少也会考虑人品方面 但是本质上创业公司 跟已经成功的大公司之间 核心的区别就是说 大的公司呢 希望你的能力没有问题 同时呢 他会给你一些保障 什么福利啊 薪资啊 这些会给你一些保障 创业公司跟这些大公司 唯一的区别就是 他对你能力的要求是一样的 甚至是更高的 但是他希望你少拿钱 他少拿钱也不是想省钱 是希望你不要短期回报 要一个长期回报 然后在长期回报上 他跟你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他可能会侧重给你一些股权啊 期权啊 这些东西 但希望你不要斤斤计较 眼前的工资啊 或者是每个月的福利 这样的东西 除了这一点 其实本质上 创业公司和成功的大公司之间 对人才的要求 没有什么其他的 特别大的一个区别 好 下面这个问题是 订阅用户 Onward提到 如果一个创业点子 很有创意 也很有可行性 最后却没有做出来 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它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也可以说的很简单 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几个原因 笼统的归纳成一个原因 就是能力问题 如果你这个点子 很有创意 也很有可行性 最后没有做出来呢 简单的说 一定就是能力问题 如果要掰开揉睡分析的话 这个能力涉及到 比如说 第一呢 可能是一到两个主体的 这个个人能力 另外呢 可能就是说 你这一两个个体 或者说一个群体里的 所有个体能力都没有问题 但它需要一个很好的合作性 比如说 协同性 需要团队精神协作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 导致集体的这个合作性差 这样时候也会出问题 但是这个东西呢 你归根结底 也可以解释为 是一个团队的能力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效率问题 比如说 这个项目 如果在六个月 或十二个月内执行出来 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但是你拖到了两年 好的时机错过了 所以起初 它是有创意 有可行性的 最后呢 因为晚了半年 甚至一年 最后变成 执行出来也没有用 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没有做出来 那这时候问题出在效率上 但这个效率最终 也是一个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可能需要大家 非常拼的做十二个月 结果做到六个月的时候呢 很多人扛不下去崩溃了 没有坚持下去 也导致失败 但这个本质上 也可以认为是一个综合数字和能力 总之 从大的逻辑上 它很清楚 就是说 如果你有创意 有可执行性的点子 但最后没有做出来 基本就是一个能力问题 对一个创业公司的团队来讲 综合数字很重要 基本上也是这个东西 大企业里呢 分工特别的细 每一个专门的方向上 可能都有一些人才 然后需要的时候 把它组合好就可以了 但是在创业公司 人手没有那么充裕的情况下 需要每一个人都是多面手 综合数字要很强 然后团队的协同合作性也要很好 所以归根结底 它是一个集体的能力问题 谢谢同学们提问 如果你在创业中有什么困惑 或者是有什么想和我分享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 我们明天见 欢迎订阅 打赏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